想要我的客刀 98号并不是傻子 看着霍宇浩那满脸微笑的模样 似乎一点担忧的意思都没有 他心中也不禁微微打鼓 这家伙不会是半猪吃老虎吧 你用什么东西跟我赌 除非你也有猎榜客刀 否则的话 根本没有和我赌的资本 猎榜客刀我没有 不过我有件浑枣器 你看行不行 一边说着他探手入怀 摸出一面如同护心静的浑枣器 正是静红尘曾经给他的红尘庇佑 大哥 你拿着让他感受一下 霍宇浩将红尘庇佑 递给了身边的何彩头 何彩头首持红尘庇佑 来到98号面前 大家都是浑岛师 对于浑岛器辨别 都有一定的能力 何彩头只是将红尘庇佑的 核心法阵露出来给他看了一眼 然后又用魂力略微注入到其中 释放出了一丝红尘庇佑的气息 就把浑岛器还给活跃好了 98号的眼神几乎是瞬间就呆滞了 那是微信核心法阵 浑岛器并不是越大越好 尤其是对于核心法阵来说 越小的浑岛器才越便于携带 像这红尘皮幼 一共只有几厘米厚度而已 如果里面镶嵌的核心法阵过大 怎么贴心佩戴 而同样一个核心法阵 用微雕的方式来制作 要比正常制作困难十倍 一般来说 只有七级以上混岛师 才会尝试去制作 而刚才虽然只是看了一眼 98号就发现 红尘皮幼露出的微信核心法阵 至少有五个以上 而且每一个看上去都极为繁复 绝不是那种实验品 这最起码也是一件 八级以上的混岛器啊 而且气息是那么的浓烈 但是里面那些微信核心法阵的价值 就难以估量 因为每一位高级混岛师 在制作核心法阵时 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方式 要是能学到一些 对于中级混岛师来说 那简直就是至宝 98号怎么也没想到 霍雨昊居然会拿出一件 如此珍贵的东西和他对赌 当然 他也自信 自己的猎榜刻刀 在价值上并不低于这件八级以上的混岛器 贪念开始在心中翻腾 双眼为眉 看向霍雨昊 霍雨昊也正在看着他 目光很平静 甚至带着一丝情面 会不会是个拳头 他一直在扮猪吃老虎 只是要引我上钩 赢走我的猎榜刻刀 98号虽然骄傲了一些 但却绝不傻 否则也不可能在30岁前就将混导师修炼到这种程度 仔细思考之后 他决定拒绝这份赌约 尽管这样会在气势上落了下风 但总比真的把自己真于性命的猎榜刻刀输掉好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霍雨昊那放在轮椅扶手上的右手 抓住扶手的力度似乎有些大 指关节略微散发着青白色 混导师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眼力好 否则的话又如何这座精微的混导器呢 看到他那紧握扶手的右手 98号心中又是一动 哼 这家伙果然是没有把握赢我 只是想要凭借这场赌约 先在气势上压头我呢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 98号不禁仔细地观察起霍雨昊来 很快他又发现了另一个细节 霍雨昊那另一只从未动过的手臂 似乎在轻微地正缠着 他那看似平静的眼神深处 眸光也有些闪烁 注视着自己的目光 多少有那么一丝纷乱 尽管很不明显 但在仔细观察中 98号还是注意到了 好 我和你赌 一抹自信的笑容 在98号面旁上浮现而出 你真的要和我赌 我正缺少一把猎磅可刀呢 这可真是多谢了 98号眼神完味地看着他 你真的有信心能够赢我吗 我看不见得吧 小子 既然你要饶死 那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赌就赌 有本事你公开赌约 让西水蒙为我们作证 否则的话 万一你输了耍赖怎么办 心中早已认定的念头 加上贪欲作祟 令98号怎么看 都觉得霍玉浩 是一副色力内染的模样 嘴角处流流出一抹冷笑 好 那就让西水蒙见证 见证你是怎么将那件 混倒器输给我的 你 过来 他一伸手向不远处正在台上的司仪 阿金打了个招呼 阿金赶忙走了过来 他只是一名司仪而已 他哪敢得罪日月帝国最崇高的职业的混导师啊 大人 您有什么吩咐 阿金有些谄媚地问道 哼 我和我的对手要进行一场对赌 就赌我们谁能赢 你们西水蒙来做个公证 啊 好啊 阿金眼睛一亮 作为金色大厅的金牌司仪 他太明白那些贵宾观众们喜欢看什么了 有热闹 这显然才能更好地挑起赌博的气氛 尤其是在眼前这种正在下注的情况下 他赶忙问清楚了霍宇浩和98号的情况 立刻拿起扩音混导器 在台上高声说道 各位 正在下注的贵宾们 请等一下 有一个小小插曲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以方便各位贵宾的判断 就在刚刚 我们马上又进行比赛的98号 与66号两位强大的混导师决定 进行一场二人对赌 98号混导师用来当作赌注的是他的刻刀 而66号混导师作为赌注的则是一件强大的混导器 我们马上请本场比赛的裁判长对这两件物品进行下评判 以确定赌注的价值 当然这场赌注从现在开始已经完成 双方任何人不得后悔 98号 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阔音混导器 大声道 我的赌注是刻刀 所以稍后在比赛中我还是要使用它 说完这句 他才将阔音混导器重新塞给阿金 在回头看霍宇号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低下头 并脚处似乎正有汗水滑落 二弟 要不算了吧 何菜头在霍宇号耳边低声说道 算了 不行 晚了 都已经宣布了 98号耳朵好的很 清楚地听到他的话 立刻大声阻止道 这时 西水盟派来的本场比赛三名裁判 已经登台 裁判诱惑人了 因为这是最终的六强战 此次前来的裁判 全部是七级混导师 三名强大的七级混导师 而且每个人脸上都蒙着面纱 显然 他们在外界都是有一定地位的 怕被熟人认出来 三名裁判走到台上 直接来到二人面前 98号 直接把自己的磕刀取了出来 递了过去 就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他也不怕这些人 胆敢贪污他的磕刀 更何况 他可是有着深厚底蕴的 那暗青色的磕刀 比一般磕刀 明显要大上一号 上面隐隐似乎有秀迹 但又不像是真正的秀 古朴大气 两侧各有一个龙形的浮雕 森森寒气外放 仅仅是用眼睛去看 也能感受到这边磕刀的不凡 三名裁判中 中央的那位 双手慎重地将磕刀接了过去 眼神中顿时流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这是 黑暗青龙 不错 正是我的暗青 裁判转过身 接过阿金递来的阔阴浑倒计 陈生道 98号选手 作为赌注的 乃是黑暗青龙磕刀 这是一兵猎榜磕刀 黑暗青龙磕刀 磕刀榜上排名第59位 附带黑暗 封双属性附加 用它制作出来的任何昏刀气 都会附带这两种属性 本身重量 是一般磕刀的三倍 以稳定见长 如配合 以合适的昏刀气 效果将会非常强悍 这座七级上昏刀气时 成功率至少增加10% 是的 这就是强大的猎榜磕刀 对于昏刀士来说 近乎于无价之宝的存在 宣布完98号的 三名裁判将目光转向霍玉浩 此时霍玉浩正用右手 紧紧地攥着自己 那红尘眷恋 眉头紧皱 却不肯吭声 96号此时 也来到了98号身边 低声向他询问了几句 目光也一直注意在霍玉浩身上 98号 低声向他解释了几句 脸上明显溜溜着笑意 98号皱了皱眉头 低声训斥了他几句似的 你的赌注是什么 裁判已经来到了霍玉浩面前 霍玉浩犹豫了一下 终究还是将手中的红尘眷恋递了上去 这是我老师所持之物 你们可别弄坏了 一边说着脸上的神色不情不愿的 接过红尘眷恋 那为首的裁判翻过来查看核心法阵的时候 身体骤然矩阵 失声道 这是明德堂 住口 霍玉浩顿鹤出声 打断了他的话 裁判也意识到了什么 赶忙闭口不言 快速查看起来 其他两名裁判也聚拢过来 三人仔细查看了半天 眼神中都充满了震惊之色 明德堂主靖洪尘亲手制作的昏倒器啊 虽然他们还不能肯定是九级昏倒器 但从这件昏倒器复杂程度和用料中 也可见一般了 三人面面相去 九十八号却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错过来道 可以宣布了吧 你们可不要骗他啊 不然的话 为首的裁判长点了点头 通过阔印昏倒器道 六十六号参赛选手的赌注 是一件高级昏倒器 其品级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不能宣布 但其价值却不在黑暗青龙之下 好了 赌注我们已经验证完毕 黑暗青龙暂时交由九十八号使用 这件昏倒器则放在我们这里 等到比赛结束后 给予获胜一方 双方赌约已经建立 任何一方如果反悔 都将是溪水盟的敌人 我们必将亲尽全力 不死不休 说完这番话 三位裁判收起红尘眷恋 就走向了比赛台后方的裁判席 裁判席是三张位于 离地三米高架上的椅子 从那个位置 方便三位裁判去观察所有选手的动静 阿金拿回扩音混导器 大声地道 好了 这个小插曲已经完成 相信二位混导师的赌约 对于各位贵宾的下注 也会有些影响吧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请各位尽快下注 时间一到 赌盘立刻封闭 有了这个小插曲的刺激 赌客们下注 果然更加踊跃了 淡淡的光芒闪烁 霍与后脸上 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 右手轻轻地捶击着 自己的左肩膀 嘴角处 流露出有些邪惧的微笑 终究还是上钩了呀 何彩头 将霍与后推送到 二号区域的 混导器之座台后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就返回自己那边去了 九十八号 也来到了 霍与后对面的 混导器之座台后 脸上同样是笑容密布 原来 还是明德堂出品 真是不错 看来 你的赌注很有诚意嘛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否则的话 你那柄立榜刻刀 要是输给了我 你岂不是会痛哭流涕 哈哈 谁哭还不一定呢 想让我撤回赌约 你那是白日做梦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蔫了 少说废话吧 咱们手下见真掌 你放心好了 我虽然有必胜的信心 但也绝不会小看你 今天我一定会用自己最擅长的 混导器来对付你 一丁点机会 都不会给你留下的 霍宇浩脸色微变 但却不再吭声 双眼闭合 坐在那里 闭目养神起来 用来在稍后比赛中 这座混导器的稀有金属 和提炼好的各种精密金属 都被送了上来 因为这是一场 为时五个时辰的比赛 因此今天准备的稀有金属 数量相当多 混导器这座台上 只是摆了一部分 还专门推过来一个架子 放在混导师身边 最适合取用的地方 一共15分钟的下注时间 很快结束了 赌客们纷纷回归自己的座位 今天这六强战 通过先前的介绍和抽签 其实赌客们心中都有数 最有看点的 就是那两名单独 对赌的混导师之战了 另外两场优劣都较为明显 但赔率也是低的可怜 只有霍宇浩跟98号这一场 赔率相对较高 霍宇浩的赔率 更是最高的一个 实在是因为 他和98号相比 怎么看都是不占优势的 不说别的 他的平定是五级混导师 而98号是六级 98号手中 更是有这一柄猎榜刻刀 黑暗青龙的存在